古今最有味道的亚达街 相比热闹的海淳街来说 这里的贝街显得孤独安宁 更适合慢慢走走逛逛 凤山寺海南公馆上帝庙 还有那些老式的骑楼建筑和店铺 走过亚达街牌坊 还能看到荷兰殖民时期的建筑群 别有一番风情 跟随镜头一起看看吧 我是Sherry 记得先订阅观众下哟 是这么大事在牛天下 那现在呢 我们是在马来西亚 沙拉越州的首府 旁边那里有一个寺庙 那是凤山寺 我们走到那里 再右转就是亚达街 这个小小的花园 真的是特别小 这一片呢就是花香园 而花香园最主要看点的 就是这一个喷泉 而在花香园的旁边 这里呢就是广泽尊王凤山寺 它对面的话 有一个凤山寺的戏台 凤山寺的看点 就在于它里面的柱头 走 来我看到他们表演的了 走我们去跟他们合影 我们一起拍张照可以吗 再看照片可以吧 怪不得西马的人说 东马的人住在树上 这个凤山寺里面供奉的就是广泽尊王主要就是穷人和病患的守护者 看这个龙 这个龙漂亮吗 这个颜色也很过瘤 这个颜色也很过瘤 走吧 都是土桂桃吧 我们从海淳街逛到游海街 又逛到这个石租入口非常经典的 往前面走呢就是响当当的亚达街了 亚达街是每一个游客一定会来走一走逛一逛的 这里拥有小商店 一楼进去 一楼进去竟然是剪头发的 顺着亚达街走走走我们走到了这一条街就是中国街 这条中国街就保留下来了19世纪的这种棋楼建筑 很多是华人商店 看到亚达街的这个牌匾了吗 左边是阳春台是一个美食聚集地 而右边呢是上帝庙 主供的话玄天上帝 在1884年的时候 这里呢古今发生了大火 玄天上帝呢就保留了古今 让这里呢很多人啊免受于火灾 上帝庙的对面呢就是阳春台也叫老爷公 看下面好多人坐在那里吃东西了 在重大时间的话这里就会演节目 有沙爹鱼丸肉丸 哦这个是拉萨 啊这个是啤梭 啊这个是拉萨啊 虾面 在阳春台吃完饭 那现在呢就看到亚达街了 那亚达街其实很短啊 但是呢很有味道 很旧旧的感觉 很昆虑的感觉 好 亚达街逛完了 而它对面的话是1886年 修建的一个堡垒啊 像圆塔一样的建筑 它是一个餐厅了耶 好 这个圆塔呢 现在变成了餐厅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对面呢就是古今的中央邮局 这种风格的话拍照啊 摄影是很适合的 火大的这种五马柱 古今中央邮局呢 建立在1931年 当时就建立在古今的市中心 是由新加坡的设计师设计的 ove bon 就是新加坡的 我可以认为新加坡的 剧 Wy